可能买也要特别小心 对 其实第五种来说的话 就是生活机能比较差的小套房 像很多人他都会想说 我可能买一个山明水秀地方的一个小套房 他自己也许可以 偶尔可以出去住或是出租给别人 但其实比如说像这种山边的小套房 他的一个出租效益是比较差的 山明水秀交通都不方便了 怎么租啊 对 所以其实这个事情 因为很多人他的幻想 就是说他要买一间休闲宅 那所以休闲宅 后来他因为很少去住了 很少去住之后他想说租给别人 所以其实通常这种状况来说的话 到最后你可能那个房子 你之后想要卖也卖不掉 那当然另外来说的话 我们可能看一下第五种 那第五种的一个小套房来说 就是他面宽太窄的小套房 那所谓面宽太窄 其实我们可以从一个部分上面来看 就是如果今天这一栋大楼来说的话 它的每一层的户数太多 它往往都会有这种面宽太窄的一个问题 因为如果说你有去看过套房 你会发现现在新的套房 它会有一种很像有长廊式的 所以你会看到左右都是套房 那这种小套房它其实最大的问题是说 它只有一处通风 所以其实你的房子如果说的话 你之后房子会很湿 有的根本没通风没窗户的 所以其实你可以看得到 就是说像这样子的一个东西的话 它其实卖相也不好 那当然另外来说的话 就是公社比比较高的小套房 那一般来说的话 如果在台北市你大概八成楼以上 你一定要有两只小房梯 那你有两只小房梯的话 你其实就是三成的一个公社 那如果说你又再加上所谓的门厅 又再加上一些其他的一些部分 零零种种的话 你可能我们有看过小套房 它的一个公社比超过五成 那这种来说的话 我们会提醒就是 其实你看公社 有盖的才会算在你的公社比里面 没有盖的不会算在公社比里面 比如说中庭花园 它不会算在你的公社比里面 但是如果是漂亮的门厅的话 它这个部分就要稍微注意一下 那当然另外来说的话 我们再看其他的一个部分 就是说电梯过少 这个部分也要特别的留意 我们讲一句比较那个一点的 就是你要倒个垃圾 你都要排队 对啊 那当然你早上上下班 你有可能会因为等电梯的关系而迟到 那当然另外来说的话 就是说因为其实两个 如果说它的电梯支数太少的话 你有时候等到电梯 但里面已经满了 所以这个部分也要稍微注意一下 那当然最后一种就是 投资客过多的一个套访的社区 那这类的一个产品来说的话 它最大的问题是价格守不住 因为投资客 它通常的成本取得比较低 所以换言之就是说 我们一般自用的客户 再怎么样去要 你不会要到一个相对低的成本 所以在这个状况之下的话 如果市场苗头不对 它一定先跑 另外来说的话 很多投资客 因为他不是住在那里 他管理费一定不缴 所以其实在这个状况之下的话 你的整个社区的维护 会变得很困难 那当然另外来说的话 像有一些 如果是一手投资客 他取得这个社区的话 还有一个问题 就是他会乱点交 就是我今天如果说是 预售屋 我到城屋的时候 我是不是要经过 住户的一个点交的过程 对 投资客反正我之后是要卖的 他可以这样聊聊 潮潮 那我就聊聊潮潮 我就随便点交 因为我自己不是自己要住 之后再说 所以其实在这个事情上面来说的话 我们会提醒观众朋友 这一类的产品 如果你是要自己住的话 特别的注意 所以惠慈啊 像你对方是也了解 你会考量小宅吗 这种小套房 因为小宅 其实很多人一开始入门的时候 都会先看 那其实我觉得 重点应该是两个 就是说第一个的话 如果投资小宅的话 我觉得第一个就是地点 地点是最重要的 第二个就是管理 其实这两个是一定要看的 因为这两个影响非常大 不过最近来说的话 因为后面这几年的话 其实有很多人在推小宅 那推小宅的时候 最近有一种案例 在最近几年很多的 就是说大家常会用那种 一个新案子出来的时候 他就会所谓的付回租 他就会说 比方说前几年 他会帮你包租 今天公司会说 这前三年的话 我会给你包租多少 然后每个月 你会有多少租金等等 那这种东西的话 之前在台北有 然后后来在台中也有 那有一次的话 就是我朋友呢 他就是有 他想要去买这个投资 然后他就叫我 跟他一起去看 那我去看了之后的话 我就看一看 我就觉得呢 我觉得这就是一个 怎么讲 就是里面有很多的东西 你要很小心 因为第一个的话 他就说呢 我给你三年的一个回租 那这三年里面的话 他就会算那个资金报酬率 什么叫回租 可不可以再讲 就是说他今天 这个房子卖给你 但是我交屋之后 前三年 我会帮你找租客 就是说 等于是我包租下来就对 所以你这三年 你一定都会有租金 每年你都会有多少 多少的租金 然后多少租金 我也写给你 所以他一开始的时候 他就会有个试算表 然后那试算表就很好玩 他上面就写 你每年的租金多少 等等之类的 他就帮你算了一个 投资报酬率 然后那投资报酬率 一定会让你觉得很心动 那他其实 他也是主打台北课 所以的话 写了一个很不错的 投资报酬率 然后你又可以卡位 台中的不错的地段 等等之类的 所以他理由就写了相当的多 但他写完这些之后 你把这些东西 都拿到一边去 先放到一边 然后你就看他的单价 你就会发现 他的单价就是比头绪的高 他把它全部都算进去了 然后再来我就问他 一个很重要的问题 我就问他说 那你租给别人的时候的话 你跟你租出去的房客之间 你帮我包租出去的时候 你有没有对每一个房客的 最少租的时间是多少 最少的租约期 然后他就跟我说 他就说 他们的租约期的话 最少的话就是说 基本上不会低于10天 10天 然后我就突然之间 就觉得很可怕 因为他这变什么 他要把它变成 好像是商务旅馆那种感觉 那你会发现 或者是我那时候 就听了以后 我就跟我朋友讲说 我觉得这房子 你是千万不要买 因为等到你三年之后 收回来的时候 你根本不知道他变怎样 他可能在中间的话 你运气好一点 他给你租个几个月的人 他运气不好一点 他给你10天8天 就换一个人 那你根本里面 就变得乱七八糟 你根本不知道 里面的屋况会变怎么样 而且我以前还有听过 一个台北的案例 也是类似这种案例 那他是在林森北路那附近 其实是蛮好的地点 然后其实也是 蛮有名的一个建章盖的 然后他是早期盖的时候 他也是所谓的付回租 就是他前几年 他把你就是固定 把包租出去 所以他的房价 其实也维持得还不错 租金报酬率还不错 结果等到他到了 那个包租要结束的 那一年的时候 就变得非常的糟糕 因为到那一年的时候 就会产生很多的抛售潮 结果从那一年过了以后 从他的包租期到了以后 第四年开始 就是他包租结束以后 他的房价就一口气掉三成 所以这种房子 是绝对不能买的 就是说很多人 他会用这种 就是用建商 就是我帮你包租几年 然后给你一个很大的 投报率多少的诱因 可是他通常一结束之后 那房价会掉非常多 因为第一个 没有人管理了 然后再来 没有固定的投资报酬率了 然后所以投资客就会出厂 然后再来 你后面的管理 都不知道怎么办 所以那种房子的话 是看起来诱因很大 可是我觉得 那一类房子是千万不要买 为什么会有这种情况发生 其实这种状况来说的话 一般来说都是 区域的房价 其实已经到了一个高点 那建商想要 再把价钱再垫上去 那另外来说的话 通常推小一点 或是比较大的坪数的话 建商土地取得成本 都比较高 你只有透过小套房 或透过豪宅产品 你才有办法才把单价拉高 那像刚慧石姐 有提到的 这样子的一个方式的话 其实是有很多的建商在操作 那我们如果一般的投资人 他来跟你谈 你应该要注意哪些的 没没搞搞小心的地方呢 其实如果说 像是这一类的售后回租的话 他报酬率都显很高 他报酬率显很高 但是当然我觉得 像慧石姐刚刚提到的说 第一个租给谁 这是非常重要的 那第二个来说的话 他到底在这个部分上面 租期 租期 还有跟这个所谓的 区域的行情 到底差多少 我们甚至于其实有看过 就是有一些个案是 他根本就把这三年的租金 算在你身上了 对 他就直接算进去 所以其实 因为我那次看的那个也是 他这个报酬率写得很好 然后我就看他说 奇怪 人家这边的话 明明人家就是三十几四十 顶多到四十 我觉得很紧绷了 为什么你的价钱算起来是五十几 那你不是等于 把这些全部都算进去了吗 然后他算进去给你 他等于是我三年租金 我全部给你都拿了 然后之后我再分三年 慢慢还给你房东 对 所以那个感觉 我觉得很糟糟 而且最重要的 我觉得是后面那一点 是他到了那个期限之后 那个供给跟需求会整个跑掉 其实在台中很多的学区 比如说像大学的学区 他推的宅 推的房子 就有很多是这种的 他说我可以租给学生 怎样怎样的 所以之前报纸来讲 很多是刊登这类的 那通常他都是比较偏僻的一个地方 所以也不是不好卖的地方 不过我觉得最重要的关键 就是刚会子所特别提到的 我今天的房子要卖给你 跟你说他可以承租干嘛的 结果他把所有的租金的报酬 从你买家 他卖房子给你 买家这边全捞回来 租不租的出去你的事 而且其实他根本不用找租客 因为反正他已经把租金捞回来了 所以其实在这个部分上面 你等到到最后三年期一满的话 其实你真的会遇到这个所谓的一个社区的刨售潮 所以我们现在如果有一点点小闲钱 要做这方面的小宅投资 你不建议就对了 其实如果说你可以买到一个相对的低价 然后你去挑一些比较好的商品 低价就从实价登录去看对吧 就是说因为毕竟现阶段有很多的投资客 他其实是拿出来买 他的价格也比较好讲 那其实你可以去找那种 就是价格比较好讲的投资客 那你去买到相对低价的东西 因为我们一直在说 你投资的关键有两个 第一个的话 你就是你的成本一定要比较低 那第二个来说的话 你的转手性一定要好 所以其实地段好 你成本又低的话 事实上你已经先赢一半了 那当然另外来说 你之后如果说 不管是再去做出租 或者是怎么样的话 你可能也会遇到比较 你可能在获利的一个部分上面 我觉得也会比较好一些 感谢嘉欣 今天嘉欣一来 我们才知道 原来的小宅投资小套房 很多的陷阱不能不晓得 今天是我们的第一集 谢谢嘉欣 明天再来 因为明天嘉欣来要告诉你什么 今年的房屋税要变贵 加量版的 你住在哪个路段 您不能不知道 北中南全台湾有些地方 地点很重要 房屋税变贵的路段率 明天第二集 嘉欣来现场说明白 还有 还要讲清楚的是 明天台北股市看盘重点 好 明天第一个的话 要注意的话就是说 下档在季线的部分 9531点 再还是短线上面 大家要注意的 一个支撑的一个价位 那这里的话 如果跌破的话 可能短线整理的时间就会拉长 所以这是第一个 在指数的部分 要注意的地方 那再来的话 OTC的部分来说 是最近包括在今天的话 跌得比较重的一个部分 那这里面的话 下档在年限 140.6点这里 理论上的话 遇到一个强劲的支撑 所以可以再注意 在明天的时候 往下的时候 下档的换手的一个力量 那再来的话 还有注意就是这里面来说的话 又分成传产跟电子来换 那传产的部分来说的话 之前强势的传产股 也都有拉回 那所以这边来说 明天遇到年限的时候 这个地方的指标的个股 还有再来的话 就是换手的一个情况 都要特别注意 那电子的部分来说的话 有些淡季的效应在加重之中 那这里面尤其是 以中国大陆的手机族群 是最为弱势的一个族群 所以相关的股票 也要特别注意 短线上也可以稍微避开 那指标股的部分的话 当然要注意 第一个大力光的部分 什么时候能够站稳 在3000块钱 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指标 那再来可乘 可乘的部分 已经快要突破前高了 那在360.50之前的高点 这里的话 怎么能够突破 那突破的话 就有机会带动 其他优质的高价股往上 那传产的指标股来说的话 在机优的传产部分 那包括像是百合 百合的部分来说的话 是这一次拉回首 在十字线附近 还是呈现多头格局的 那所以传产的强势股里面 如果有人能够 先突破前高的话 那对整个族群 也会有带动的效应 那再来比较弱势的部分 台积电的话 要注意前低的部分 千万不要跌破 还有刚刚讲到的 中国的低价智慧型手机 相关族群里面 以连8颗做代表 那这地方的话 感谢要先能够挤住 才会不会拖累其他的个股 感谢会死了 明天的强弱指标股 一定要盯着看 还有今天晚上的 国际盘掌跌互建 听说希腊的问题 越来越严重了 情况呢 锁定待会儿的夜线新闻 感谢收看 祝你晚安 跟我们再会